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 因为小时候本来就是在深圳专业队的 然后本来是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可以去到国外的 然后因为不幸的原因就是我长了骨肉瘤 然后截肢了之后 然后我依然还选择在体育这条道路上 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长级人体育 我选择了 可以可以 我这几个人 可以 我这几个人